歡迎收看Jane's Adventures 大家好 我是Jane 你的行山好Buddy EBC淘寶第三集 就會由3440米的男士市場出發 究竟我們會不會出現高山反映 而沿途的風景究竟有多麼壯麗 想知道的話就記得看到影片最後 事不宜遲 立即出發 上一集就說到我們在T-House途中發現大門上了鎖 我們敲了門很久 最後終於有人出來開門給我們 但我們就沒有假清楚原來那間T-House的關門時間 是比較早的 第二天我們也有跟T-House那邊說出來 我們剛剛起床呢 一開門就被這個景圈看到了 我們剛剛起床呢 等著早餐的同時呢 剛剛太陽呢 在山邊剛剛一出來 我笑到山馬串羅呢 超級美 真是 每天早起的回報是很棒 很大 就是你很累啊 起床才看到這麼美的山景 所以所有的疲勞都好像 什麼都馬上一掃二胸 我們是3400的 5G Bazaar的第一個早上 我們昨晚是沒有吃高山精藥的 老仔說他一點不舒服都沒有 總好精神甜蜜 我可能不知道是否因為昨天喝了一些酒 其實覺得有點頭暈 不過就沒有頭痛那些精準 但是呢我有發覺昨晚睡覺的時候 呼吸比平常的有一點急速 還有手指 手指指應該是借一下 但是現在呢 吃完早餐應該就沒什麼 第四天的行程 首先就是由南CHI Bazaar 向上趴升大概500米 去到3880米 接近4000米的Everest View Hotel 然後呢就沿路回去南CHI Bazaar 在南CHI裡再睡多一晚 一天的rest day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身體有多點時間適應高海拔 預防高山症 因為我們在原嶺的時間遲了少少出南芝 所以導遊擔心一個小時的天氣可能變化 他說我也試過 現在看起來好天 但到Everisville Hotel是被雲傘傻看不到珠峰 所以他建議我們去一個museum的上面空地 可以看到遠處看到少少珠峰和群山的景象 至少我們現在好天推可以看到 待會我們會再上Everisville Hotel 小麥克風 阿靖,辛苦了嗎? 不辛苦 昨天喝了酒 我覺得很大原因是 今天不要再喝酒了,知道嗎? 一來就瘋狂上車 上面的表面很漂亮 頂住 他幫我背 一個人背了兩個背包 輕鬆 現在整個人輕鬆了很多 昨天我們從那裡來 看看 哇,已經升高了 很漂亮 現在 看到了,因為時間過了45分鐘 可能大概是一個小時 雲已經開始多了 這隻叫Yag 跟前幾天看到的Jokio 相對於牠們的毛是比較長的 牠們基本上不會出現低於南柱的地方 因為南柱對牠們來說可能會太熱 而且牠們比起Jokio 可以背負更多的寵物 以及更強壯的 牠們可以在很斜的 像懸崖一樣的三波島吃草 我進來這裡給我感覺 真的像一間Hotel 不是一個Tea House 好像有市場 對 我們都覺得幸好有聽到導遊的建議 在空地裡拍了照片 以及先看了珠峰 因為你看到現在 其實雲是擋住了珠峰 看不到的 剛剛就是由3800米的 Irasville Hotel 下山 I'm Louis 會跟同行的另一個導遊 去另一個村莊去看東西 但因為我真的太不舒服 很累又冷 所以就決定下山回南池 大風到要動著帽 前幾天 經常日頭下山都是短袖就搞定了 原來上到近4000米的地方 就不同玩法了 真的冷很多 大風很多 前面有一隻Jokio頂路 我們就有這年的另一條路走上去 好 終於回到南池了 上山難下山都不容易 真的好大風 現在來吃飯 6點吃飯的時間 還有45分鐘左右 我們就決定下去 因為要補給一下零食 沒有的話 我看到很多當年人都去 但是你還沒有 因為可以遮蓋耳朵 超方便 今天就走了去 Eversville Hotel 其實是很搶的 因為可能我前晚睡得不夠 睡得不夠 還要喝一酒 因為尋找Wi-Fi 所以今天真的很辛苦 其實只是爬升200多米 但也真的拿了我命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早點睡 雖然剛剛也有落到 用Wi-Fi 但也真的沒有喝任何酒精 希望看一切順利 其實今天也算是搶的 我自己上了去Eversville Hotel之後 再下了一個村莊 其實導遊就說20分鐘 如果他去完買 就遲了兩三分鐘 其實搶的 就算我高山症 就不是很嚴重 或者暫時沒有 有啦 但是腳也有點累 希望明天會浮天 希望不要下雨 因為下雨就會冷一點 阿靖就頂不住了 希望會繼續雷逃順利 好 就這樣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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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嗎 现在就准备出发去看一个没得地了 就是Mboji 听昨天导游briefing说 其实头大约45分钟至1个钟的路程 都比较平缓一点 不会说又下又上 应该开头的路段都比较轻松的 之后吃完午餐就会不断向上攀升 大概大概是400米左右 应该没问题的 因为昨晚睡得很够 早上起床都没有头晕 应该会比昨天的状态好 Let's go 途中这个戴头巾的人叫Bora 是导游的朋友 也是导游 她的客户就是右边的外国人 其实沿途我们基本上都是一起走 我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很多 一证明说充足的睡眠真的很重要 Mount Aboji Mount Akos Mount Logi And Mount Amadabu Mount beneficiaries Mount Sim みり 我们在 jeder 활동路上 第一个遇到的香港朋友 你好,你見到嗎? 你好,Hako Hako,Hako,Hako 我是Jing 我是洛仔 Halo,Halo 你是不是走好多進去? 至少兩個星期 應該要差不多18天左右吧 從Hong Kong Hong Kong Friends Namaste Nice to meet you I have the 4th time to go to Nepal 4th time already? Yeah The 4th time to go to Nepal And ABC ACT ACT And EBC 你很喜歡尼佛伊 應該是第四圈吧 我們第一次都 我都站了這麼多年 站了兩年 就好像尼佛伊的旅遊slogan所說 Naturally Nepal Once is not enough 在旅程上 碰到香港人真的很開心 我自己第一次來尼佛伊 就心心感受到一位朋友 為何他會去四次尼佛伊 尼佛伊的確有一種 在其他地方沒有的魔力和美麗的高山風景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諾子峰珠峰等等的山 都是很好天 天氣超好 超早其實是最適合去看山的時機 今天南枝巴沙出發呢 我們走了差不多三個小時 到了我們吃午餐的地方了 走了兩個多三個小時 我相信蜜已經乾了大半了 我們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剛剛吃完了 現在呢 走多兩個小時 然後去Dambodji Monastery 是一個很出名的佛教寺廟來的 在Kombo Area 將會不斷地攀升 Donald 會挺辛苦的 大家好 我是諾仔 你們倆叫做行山好不斷地 今天我們來到... 你在哪裡啊? 哈哈哈哈 擺明但是沒有準備啦 這個人 我們在哪裡都不知道 這座山是什麼啊? 你認識嗎? 為什麼我不認識? 剛剛看了那麼久 說啊你 說啊 阿布阿布阿姆 這座山呢 這座山呢 其實是叫Kangtagar 高6782米 Kang是雪巴語 是指雪山的意思 即是指馬鞍 即是道遊口中的Horsesaddle 我記得下午啦 那些黃都多了一點點 一路水山一路廣經 哈哈哈哈 什麼廣經啊?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過分啊 我似乎說些生難的故事給他聽 他竟然聽到我眼睛啊 不過原來呢 我發覺呢 很神奇啊 剛剛一會跟我兒子說話 一直走上山 其實呢 發覺好像呢 容易了 可能因為我太喜歡說話 一說話呢 那些能力呢 就來了 精神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Dambodji Monastery 在尼泊爾最高的Monastery 什麼叫Monastery呢 剛剛導遊跟我說 印度教的寺廟呢 他們就會叫Temple 那Monastery呢 就是佛教的寺廟 這個意思來的 我們現在的導遊巴薯跟我們說 在尼泊爾一般來說呢 有90%的人信奉印度教 10%的人信奉佛教 但是這個情況呢 在Lukla以上的山區呢 竟然反過來 在Lukla以上的地區呢 90%的人信奉佛教 而只有大概10%是信奉印度教 但是這個情況呢 你剛剛進去了 那你覺得 你肯定都聽不懂的了 因為那些是西藏 土文的語言 但是裡面是怎樣 裡面是怎樣 裡面是很嚴肅的 大家都很專心 做自己的崗位 有人念經 最中間的人會有念經 然後有人打鼓 然後有人就會弄些茶聲出來 嗯 是 就是 別擔心 我可以做 我說別擔心 我會跟著你 然後 他說他不需要我 他會來 他會來 可能是不來 因為晚上會很冷 我會有很多 那Luk仔呢 就說今晚想回來這個位子拍照 那因為今晚 我們T-House的位置 跟這裡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導遊呢 就有點擔心了 因為就說 天氣冷啊 還有晚上自己的行山 但是看來 導遊的勸說 也是沒什麼用的 哈哈 因為呢 今天Damboychi Monastery 附近那一陣子 那些 T-House的酷酷酷酷 Pick Season 所以我們就下去 這個地方 過去的 Good luck hotel Good luck So if you go there You can get more luck 搞難的 搞難的 哈哈哈哈 比較小啊 想睡哪 嘩 我怕到我睡裡面好不好 好啊 今天中午所規都是沒有Wi-Fi用的 其實好聽好身為有Wi-Fi 但是 好像說今天又brackdown了 就是昨天還有一用 今天就沒用了 之後呢 Everest Link 就不知為什麼 導遊解釋了一番 我都不太明白 總之又沒用 現在我們準備抹身了 因為呢 剛剛跟導遊聊過 導遊就不建議我們今天洗澡 因為其實現在都 四點多了 開始都冷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會用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抹了一個熱水 然後用濕紙巾 毛巾 沾濕了一些熱水 然後再用來抹身 那... 不要洗澡也沒辦法 免得感傷 真的在山上 不要感傷 是最重要的 這個濕紙巾抹身初太炎 我覺得... 其實可以的 因為水真的很夠熱 感覺身體會舒服一點 可能就像女生 已經來到Trekking第四天了 那我就發覺呢 我不可以再只吃炒麵和炒飯 今天呢 我就叫了一個 尼泊爾人的傳統食物來的 平時他們是會用手吃的 那我就不太習慣了 那我就純粹是嘗嘗味道 那樣子 看起來都好像OK Dabuzz 是尼泊爾的一種傳統食品 包含豆湯 白飯 咖喱薯仔 蔬菜 尼泊爾人通常會直接用手拿來吃的 Dabuzz是尼泊爾人的主食之一 在登山的途中 四周圍Teahouse都可以吃到 這個最棒的地方是 無論是咖喱啦 飯啦 還是湯 都可以添 咖喱是偏甜口味的 而且比較稀 現在Lulis準備出去拍攝 準備出去拍攝 導遊我給了一杯 給了一瓶熱水 因為Lulis堅持自己一個出去 所以導遊和大家都擔心 哈哈 我生意快去開會 快去開會 快去開會 究竟Lulis媽媽自己一個行山 可不可以成功拍到一個很漂亮的星空 最後平安回來Teahouse呢 而我們在接下來的EBC旅程 最終又能不能夠成功 奔上珠峰大本影 記得不要錯過最後一集啦 喜歡這集的朋友歡迎like share 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Jings Adventures 接下來會持續更新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